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是王君涛 今天呢这个大家可以注意到我戴了一条红领带 因为今天是美国的劳工节 本来想花点时间解释美国的劳工节 以及世界工人运动 乃至这个现代化以来的西方围绕着现代化 人类文明发展取向的一些争论 但是今天呢新闻太多 我没有时间解读这个节日了 今天呢这个打红领带 后来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合适 因为给大家要解读的新闻呢 都是凶殉 就是凶灾的这种信息 首先呢我想谈两个突发之间 一个是呢在9月14号的时候 不是9月14号 就是今天呢俄罗斯散布了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呢说9月14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问哈萨克斯坦 这个消息呢我觉得真假呀 现在很难定 因为中国官方还没有对这条消息做出评论 还不像我们大家知道吧 今年8月份的时候 曾经在这个沙特阿拉伯散布这条新气 说他们下一周呢 正要迎访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 那这条新闻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普遍采取不相信太多 果然中国外交部在回答中说 还没有接到这个消息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 就认为呢这条消息是个假新闻 那说呢这个沙特阿拉伯呀 是想借助于这条信息 来稳住一些大局 特别是当时拜登 好像是在访问沙特阿拉伯的前后 他们想用这条信息呢 抬高自己的一些谈判的身价 那么今天这条新闻呢 是真的假的 我现在也没法顶 因为俄罗斯呢 也是一个散布假消息的一个大国 而且这个主要国家 第二在我对于就是这个各国呀 比如我们其实美国的在大选呢 或者选举的时候呢 是检验世界各国新闻真假的 一个好地方 那么当然在美国政府说呢 在美国的大 在上一次大选期间 俄罗斯伊朗和中国 是三个散布 主要散布假讯息 干扰美国大选的 但我注意一下 其实中国呢 在美国主流社会中 散布信息啊 这个能力并不强 这好像是这么缺乏 这方面专业人才 主要呢 还是在中国人 就是旅美的华人群体 以及在关注美国大选的 中国人群体中散布假信息 不过呢 这条假信息虽然是假的 我先当真信息呢 来解读 如果这条信息是真的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 我觉得至少有两点 第一点呢 如果这条信息是真的 习近平会在9月14号 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 二十大之前 一个月以前 去访问 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话 要出国访问这件事情 本身说明 他已经牢牢控制着 中国的局势 那么这个控制 就是说 当然这个在 以前的解释中 我一直在说 除非发生 这个黑天鹅的事件 习近平控制 大局走向的 这个基本判断呢 不会变 那么 但是呢 在继续的一些细微的事情上 比如在关于 二十大的报告 会怎么写 一些重大提法 会不会彻底 完全的颠覆 邓小平的一些说法 这个呢 还会有争论的余地 我后面我解读 另外一条信息 大家在进步的讨论 会往哪个方向变化 第二就是在 二十大的人事安排上 会不会还有一些 过渡性的人物 就不是完全的 习近平能掌控的 而是呢 其他派别进来 但他这些勉强 他可以接受作为过渡人物 到以后的时候 再彻底的改变成自己的人物 他的有些呢 安排的人呢 也不见得是他最满意的 只在下无人可用 所以用一些 虾兵蟹将 跟站住坑 对他忠诚的 跟站住坑 那么但是呢 这个 一些最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还是说 习近平现在常委中间啊 他不占优势 如果不占优势的话 那么他如果出国访问呢 会是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国家元首出国访问的 或者党一把手出国访问的时候 他要防止发生 这个灾难性的事件 所以要把权力 暂时移交给二把手 或者按照程序 指定的一个人 或者一个小组 那么习近平其实从 他开始激化了 党内的矛盾之后啊 斗争就党内的政治博异 变成生死博之后呢 他一直没有出过国 很多人认为呢 这是新冠肺炎的问题 其实不仅是新冠肺炎的问题 他确实中间呢 他要是出国 说要把权力移交的话 他不放心 那么如果假如 他这次可以出国了 就说明他现在呢 做了一个安排 我现在觉得啊 就是8月30号的 那个政治局会议 习近平近乎发动一场政变 已经在二十大前 提前布局的一些关键人士 后面我再解读 李克强的受挫的时候 我们再进步的解读这个事情 那么这是第一个 就是在这件事可以看点 如果假如9月14号 习近平要外出访问 可这是不是卡萨克斯坦 都无所谓 只要他敢外出访问 就说明他已经控制住了 如果他出国 或者暂时不在的时候 关键要害之位 就是决定国家局势 关键要害之位上呢 是他的人在掌控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可以解读 那我们就讲说了 第一个其实跟他到国家没关系 第二个我们要说 他要去干嘛要去卡萨克斯坦 我们就要看一下卡萨克斯坦的位置 就知道 当然卡萨克斯坦的地理位置挺重要 而且在这个西方各国啊 就是说假如没有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西方各国都普遍评价 中国和俄国呢 会是在中亚一带 争锋的两个大国 特别是在美国 从阿富汗撤出去之后 那么中国呢 是一个在快速发展 特别一带一路啊等等 他对中亚有很大图谋 还有一个他在新疆的这种地区 地缘政治安全 也需要在中亚 有一个他能够掌控的局势 而中亚这五国呢 传统上是过去苏联境内的国家 他们需要在中亚 也有一个存在 当然伊朗也要染指这个地方 但伊朗现在毕竟在内部 还有美国这个围堵 他无力在中亚发展 所以有个上河会议嘛 上河会在中国在 基本上在主导 这个上河会议就是 有中亚和俄罗斯在里头 那么在这点上来说呢 我们也知道 今年年初的时候 哈萨克斯坦发生了一场 内部的骚乱 这场这个不像骚乱 发生了一场内部的抗议 大规模抗议活动 最后呢 是中国国家主席破天荒 就习近平破天荒的 违背了中国的这种 就是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像哈萨克斯坦 就中国也不是没干预过 别国内政啊 拍兵啊等等 但是呢 他那时候都比较悄悄的 但这次的公开的 听说支持他那个总统 甚至要求的总统 赶紧平均内乱 中国也提供所有帮助 在中国做了表态 俄罗斯迅速出动的军队 俄罗斯出兵啊 比他表态还快 然后就出兵呢 去到哈萨克斯控制局势 那么就印证了 西方的一个评估 说假如没有乌克兰战争 因为乌克兰战争2月2日早爆发 这场这个抗议呢 是一月份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中亚的这种争霸 将会是中俄两国的一个口子 在地缘证上的一个口子 那我觉得如果这次 西民要出访哈萨克斯坦呢 就是这个其实跟乌克兰战争 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乌克兰战争 可能要见底了 因为这大国都会有他的情报 特别像中国在乌克兰 也肯定他有他的利益 也有很多情报在这个地方 如果要是在这样的话 就说明乌克兰战争呢 中国有他一个评估 至少有一个可能性 俄罗斯会受到重大挫折 那么如果发生这种状态呢 俄罗斯会在中亚一带 都会要采取收缩的态势 而美国呢 在哈萨克斯坦 美国虽然撤出了阿富汗 但美国在哈萨克斯坦 还是有利益的 因为美国最大的一些工资 都在那个地方有石油投资 大概有几百亿美元 那这个也不小啊 这个你要知道哈萨克斯坦 那么一个落后国家 几百亿美元砸进去 而且呢这个据当时在 哈萨克斯坦在年初发生 这个抗议活动 政局不稳的时候 美国的媒体曾经评论说 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啊 石油的投资 甚至会影响到美国的油价 我们知道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和俄罗斯 都是石油出了大国 但是他们对美国的影响不大 就因为美国在那里 没什么投资 它的石油那些 没什么投资 所以美国的进口 也基本上不从那进口 你看现在欧洲 据说油价涨了十多倍了 但美国这个港的幅度 远远小于这个还不到 也到了百分之一百了吧 要比起这个乌克兰战争 之前的一段时间 那么但是哈萨克斯坦呢 他们投了大量的资源 这个当然我也没去研究过 因为哈萨克是个 除内陆国家 美国要投资的话 大概也不见得 真的是为了他自己的使用 因为那怎么弄出来 是个问题对吧 他在别的地方可以有 更小用运输成本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对美国来说呢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乌克兰战争 如果真的要见底的话 当然见底的 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如果要是实现了苹果 对俄罗斯如果是有好处的话 那么西方媒体普遍评价 如果普京的梦 就是他的复兴俄罗斯的这个梦 是要重新恢复苏联帝国 或者俄罗斯帝国的话 就是这 因为俄罗斯的历史 有两个辉煌时期 一个就是沙皇俄国时期 一个就是斯塔林 二战后的时期 如果想恢复这两个的话 那么乌克兰解决之后呢 哈萨克斯坦也要解决 所以呢 哈萨克斯坦是不是有一种不安 所以想跟中国结盟 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事件表明呢 在俄 这个哈萨克斯坦呢 如果进一步靠近中国 那么其实他不用再疏离俄国 他事实上就是疏离俄国 这样的话会在 这个中亚的地缘政治上 和乌克兰战争 后乌克兰战争的 这个世界会有一个 是一个大的事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今天要解决 这个第二图 研究在四川的 卢州呢 发生了一场地震 6.2级地震 是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中午12点多的时候 12点52分大概发生一场地震 那我就看了一下呢 就是这场地震本身呢 因为灾情还不是很明确 首先呢 我觉得作为每个 我们每一个人类的一个分子 特别是作为中国的 一个中国人来说 都对地震去发生的这种灾情呢 表示一种关心 特别是对灾情 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 这个我觉得我们大家 都是有一份牵挂的 有一份奠念 随着这个 五辉这个死伤人数出来之后呢 华文媒体会 这种关注会越来越多 那现在不是讨论这场灾情 到底有多大 以及各方面救灾 我只想说呢 在这场灾情发生 我比较关注应急管理部的反应 因为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呢 这个应急管理 就在刚刚结束的人大常委会上呢 应急管理这个出现的一些人事调整 其中应急管理部的部长 黄明被免职 然后叫王湘喜的接管应急管理部 这个呢 讯息呢 我后面解读 他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我看了一下呢 这个王湘喜到位就反应非常快 那么他大概在这个 一个小时多一点吧 他这个发的消息 就是这个一点 这个在这样子两点十几分 还是两点零几分之后呢 这个发出来的消息 应急管理部就公布说 他到了第一时间 到了这个指挥部 就是部的指挥部 然后迅速派了 当时地震灾这个局的局长呢 去到灾区去组织救援活动 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 也就是说 这说明他什么呢 他现在已经开始接管了 部里这些工作 当然他七月份 就已经接管党组书记了 那这件事情的主要意义在于呢 就是应急管理部 实际上是李克强手里的一把刀 这把刀呢 是用他来去惩治那些 不听从国务院的 那在什么方面不听从国务院呢 就是国务院有国务院的部署 我们后面再讲后 解读这个信息 解读新的新闻的时候呢 我们会讲呢 李克强实际上是利用 国务院的这个部署和信息呢 在杯葛习近平 试图呢 阻止或者挽回邓小平时期的 改革的治理思路 那么和习近平的治国心理念 做了一些较量和抵制 而当时在这个以前的时候呢 因为比这个杨主任比较软 所以他们都听习近平的 但是后来国务院呢 开始督查和应急管理 追责这两个方式呢 最简单应急管理追责 把这个我们知道在今年年初 把徐立毅 就是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借着去年河南大大 给他拿掉 这个呢就是应急管理部 在支持下做的一个调查 对这个大学做了一个详细调查 把中国科学院院设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两院院士都调来 那么组的八个组 然后最后确定 徐立毅要承担责任 其实刘洋生本来也该承担责任 但是最后呢 这个媒体是评价呢 习近平丢租宝局 把刘洋生保下来 因为他是可以进中委的 而徐立毅当时是个市委书记 那么把他给丢了 那么徐立毅去向 现在不明还在挂在那边 我估计二十大之后 还不给这个位置 那但是这个黄明呢 他是确实今年十月份 他应该年满65岁 按说应该可以下来 但是他也可以继续 到了二十大之后再下来 但是呢 他这二十大之后 因为二十大十月 舍得好开会嘛 还有一个就是 他也可以到这个明年 人大的时候再下来 那么但是呢 让他提前下课 我觉得是跟后面 我们要讨论新闻有关 也这就是呢 我在这个第三个新闻 我想解读的呢 是在最近的这个一段时间 我觉得其实过去的一个星期啊 中国发生了几个 整个世界发生的一些大事 如果没有前面两个突发事件 我本来想解读的这三个事件 我都觉得是绝对人类命运和影响的几个大事情 那一个就是呢 习近平呢 再度罢评媒体 李克强呢 受挫 这个李克强受挫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的两个星期 解读当时在8月1号到8月15号 政治局的常委集体审引了 这个15天 就是半个月的时候 我们曾经假定过 或者推测过 当时这些人是开了一个北戴河会议 有没有北戴河会议 我们不知道啊 但是呢 这些人可能在一块在商量二十大 但是出来之后的情况呢 就发现了李克强的调度非常高 他出来的第一天就跟习近平南远北车 李克强在深圳向习近平 在向邓小平献花圈的时候呢 他非常有气场的 这是一反常的 非常有气场的发出了 叫长江黄河不倒流 改革开放不倒退 那么接着呢 他在马不停蹄在各个地方部署 你可以看啊 李克强的这个足迹 现在现在已经有的已经被拿掉了 那么但是在越来越靠的 根本就不提习近平 那么就是反复就是讲 这个就是国务院的部署啊 等等的 也没有什么党中央了 也更没有什么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什么两个确立 这本来都是19月 六中全会和中共19大上定的东西 他都没有在提 他就是在讲 那李克强讲了什么呢 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呢 查三个概念 这三个概念 对于理解李克强这段时间 你这条杯可惜没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个概念就是市场主体 我们知道李克强从先提六吻 六吻呢 还是把当时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啊 当作是一个战时性的事情 那么没有看到一个大的危机 后来转向六宝 六宝呢 我们就有点像survive 英文叫survive 就是这个中文应该叫做活下来 争取能活下来 就是中国有一个致命的经济 我们面临致命危机 六宝呢 当时还是呢 按顺序说是首先保就业 第二是保民生 第三呢 是保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是什么呢 就是企业家 那我们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啊 他开始搞供给策改革 搞新常态等等 这些呢 我都不觉得呀 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关键他要用的方式 有很大问题 就是他呢 觉得供给 所谓供给策改革 就是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 不能靠需求拉动式的 这种粗放式的发展 而能转向呢 提高企业的速度 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一个是产业结构要合理 像房地产过大呀 这个不行 还有一个呢 第二就是企业的增长的动力 机制 以及让这个呢 要让企业要向着 现代化的企业迈进 比如这个减少 他的这个发展 靠杠杆啊 用资金杠杆发展 不务正业 这些呢 思路上应该说呢 就是都不错 但是呢 他采取的方式 有很大问题 就是这个方式 就是他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 总结中共百年经验教训说 第一条就是共产党领导 实际上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为了建立自己的独裁地位 他在全党呢 通过反腐的方式 全力动作上 确立了全党信息 接着在社会上通过早黑 以及所谓共产党领导 一切的方式 全国信党 这样的话就等于全国都信习了 那么当然他第三步呢 想说他实现出来的中国梦 就是要全球信中 那全球信中 全中信党 全党信息呢 就有积民的要成为世界上的 独一无二的大国领袖 那么这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制疫期间 死活不肯放弃清零 他本来是 前段人印象把它当作是一个 能够承担当之无畏的大国领袖 世界对英明的领袖的一个标志 他提出来 他现在退不下来了 其实他退了别人也不知道 但这个家伙就是脑子 不知道怎么想的 但我们就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习近平这个思路呢 实际上在李克强背隔他 就是他第一个概念 就是市场主体就是说呢 市场主体的概念就是说 他因为习近平在整个 能对民营企业打击很大 因为这些民营企业 我们说实话呢 中国的大部分的民营企业 在前一段时间发展中呢 确确实实 无论是经营方式企业素质 还各方面有许多问题 特别是呢 中国其实你要看市场主体啊 多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呢 还是小微企业 这些小微企业 你跟他谈什么企业素质 对吧 他就是一个这样 你就在美国 他就是一个门市 就是一个便利店 他也不会有什么素质 那不可能像那种大的企业 他有很完整的counting呢 就是这个会计啊 等等的这些 有什么这种风险管控啊 这些机制 但是呢 习近平这个家伙呢 反正他就是好大喜功 所以他用这样方法 就使得中国的企业 出现崩塌式的这种倒 这个崩塌式的这种垮台 所以中国的经济 实际上在中美贸易战盒 疫情之前 中国经济开始滑坡 大家再回过来 像中作先生当年这个演讲 就是说呢 中国对民营企业开刀太狠 所以像中作先生来说呢 说让你们发财 那是权益之计 不让你们发财 才是我们的理想 就是说这是共产主义理想局 注定的不要进行企业发展 那么李克强要保持场主体 其实就是要第一刀 就是跟习近平要争这个 就是要保民营企业的主体 第二个呢 就是李克强提出了 叫放管服 放管 那你说企业主体发展 那习近平说我也要 我让党领导企业 党去 所以你要去中国 你看很多的民营企业 我不知道发达地区的 那个但是在一些 就是比较边缘地区 像我在这里有一个党员 就是被这个习近平 不是被习近平 是被这个 他们当地的一些党政干部整 就是像他想象的 巧取豪夺 他不干 让他到 他接着出国 他去抵抗 结果呢 结果就给他发了个红通 是什么呢 这个当时就要求 他在这个办公室里 给他派了个党支部书记去 而且那个办公室里呢 要给他安个桌子 然后呢 安了桌子呢 后来结果呢 这个人去了 就把董事会改组了 我不知道在西方 董事会上都是 这个投资者来决定的 结果他说呢 党领导一切 拿出了一个 什么破报纸 还什么破文件 然后就把这个 董事会改组了 把他的亲戚给安进去 然后把这个投资者 给解雇了 然后把董事会给赶出去 然后他就开始瞎胡来 那这个党领导 实际上这个东西 对这个 那么这个 现在呢 李克强提出我们 叫放管服 放管服什么 就是说政府呢 跟企业的关系 企业是市长活动主体 让企业呢 去继续去 而放管服 政府的成功就是 第一要放权 进一步放权 其实我们可以看 李克强 即使在习近平强调党领导的 李克强的 在这几年中的努力 都是政府尽量简便 办事手续 把权力 然后第二个就是呢 政府只是管理这个市场的秩序 第三呢 就是政府呢 对企业要抱这个服务的态度 放管服呢 他还在国务院是有专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专门的网页 在这谈这个东西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专门的专栏 那么这个概念 其实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呢 习近平整个说党领导一件 但党是还要通过政府来领导 主要还要通过政府 党虽然在那儿 也是在 总干按我说 也在瞎胡闹 但是呢 到了一些大城市 关键的企业中间 党直接去做一个 还要通过政府 所以这个 而政府的 这个我们也知道 像国进民退 实际上也都是在某种地方 政府职能在扩张 这个呢 习近平的这个 李克强的这个放管服的概念 就回到了80年代的改革思路 就是这个改革思路就是 党政分开 政经分开 政企分开 小政府大社会 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 国家真的有什么产业政策 不要直接大导给企业 也不要通过什么党去监督企业 而是呢 通过呢 一些 比如什么 这个 这个税啊 税收啊 还有信贷啊 还有外汇指标啊 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性的倾斜 让企业做这些事情有更多的利益 额外利可图的让企业自己去做 这样国家并不背企业的这个倒闭的负担 也不承担这些什么经营的成本和风险 而是呢 让企业承担这些东西 那么而且能搞的企业 搞不能搞的企业呢 不要因为跟你有关系 有能拿皮纹去搞他 然后国家就给他背 什么这种古贴呀 或者甚至 只有他搞不下去 就要给他去善后 还要给他去 去拿钱给他擦屁股 那这些就是按这个思路呢 就是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大中查 我前面讲到 其实李克强一开始啊 就跟习近平是两条思路 但是国务院呢 现在这个职权范围 被越压越小 你可以看啊 最近的新华社 9月4号发那篇文章 什么党领导 以前的新华社 就是新华社社长写的 那个家伙 我觉得将来也要审判他 将来有一天 这个重新中国 要走到正常的发展渠道的 这种凡是拍习名马屁的 颠覆中国过去30年 通过正式的文件确立的 发展原则的这些 都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这个家伙他写的文章 他就讲了 说这个党领导界就是要 他还特意提到了 习近平上市 成立的一系列小组 实际上就是把国务院 把国家行政管理和专业管理 职能管理这些权力 他全部接管了 那么接管之后呢 他就制定了 直接开始制定一些政策方针 国务院就成了一个 Tripper 就是跑腿的 一个Tripper了 就成一个部的一个主管 我们知道过去 封建社会皇帝治理 各部的主管 像是要独立治理 像皇帝报 皇帝可以否决 但是各部 实际上是要独立拿方案的 然后呢 各部那些什么 有些方办那些 那些小Tripper 是跑腿的 结果现在就把什么呢 这个等于皇帝现在 把部都给接过来了 大部的大臣的职位 结果这些部的大臣呢 还有部呢 各部委就变成了跑腿的了 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习近平这样的方式呢 那其实李克强 现在是把这个颠覆掉 又要开始要搞 政府呢 不去直接的管理经济 政府不去 不去下场去经营 而是呢 作为一个市场 治愈的管理者 对企业呢 这个扑形的关系 而这个大督察干什么呢 就是过去 李克强一讲什么 但是他跟习近平 他没有办法 习近平倒行逆施 而且那些党的干嘛不听他 于是搞了个大督察活动 国务院的网站 今天早上我们又看了 因为那个大督察在行动 那篇文章还在不在 看一看大督察在行动 就知道了 李克强实际上是借着什么呢 是借着旧经济的这个机会 然后呢 那个就是开始呢 就是旧经济呢 就是让 就开始提出了放管服啊 这个保市场主体 接着呢 如果要一落实到底 那我前段我们都知道 媒体都说地方大员 有点抱怨说 不知道该听谁的 因为李克强和习近平不同调 李克强现在就说呢 习近平他管着官帽子嘛 对吧 一个纪委 组织不是戴帽子 纪委是摘帽子的 所以当官得听他的 李克强搞大督察呢 等于就是 对政府的干部 他是有管理的 另一方面 但是干部的涉及 主要还是要他 还是要有别人 但是他可以给他处分呢 可以通报批评 在国务院大督察 那个网页上就有一个 关于这个 这些具体的介绍 对他派了19个组 最近大概是第4次大督察 他派了还是第9次大督察 他派了19个组 到全国各个地方去 那么每个组呢 都有些消息反馈回来 做的工作 主要是问题是什么 而对这些问题呢 要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以及呢 人事上的处理意见 所以就这三个概念 市场主体 创管服务和大督察 李克强呢 是想借着这个机会颠覆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一次啊 就政治局 就是我们说的15天的 所谓的北戴河会议 15天 审引了半个月的结果 你可以看出来 这些委员们 这常委们付出之后啊 他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在震撼 第一呢 李克强拿了 就经济的全权处置权 你可以看到习近平 不对经济直接发表意见了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习近平不直接发表意见 好像非常破天荒的 开始把自己的嘴巴 看着到底老是在强调防疫防疫防疫 还有呢 就是一些其他的话 但是呢 经济上呢 李克强好像就非常信心满满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 李克强借着旧经济的时候 我会常委给他授权呢 他就开始呢 全面的率领邓派 要想把邓小平的发展里面 来落实下去 第二呢 就是这个 你们注意没有 就在去8月16号之后呢 突然那个个人崇拜拍马屁 流血拍马的掉的 一样降下来了 对吧 前一段时间嘛 那个流血拍马闹的 你都看了之后 就是倒胃口 起鸡皮疙瘩 那些 你真的不能想象那些人呢 一个就是那么恨得舔着 鸡民的脚丫鸟 在那拍习近平的马屁 对吧 就是这个 像这样的一个风突然降下来了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好景不长 就在这个上个 就在上个礼拜 就在我在讲这时候呢 中国又开始发生了一场变化 这个呢 就是8月30号的时候 政治局开了个会 大家记得8月30号 开了个会 在那个会上就做出了 这个后来在当天公布的公告中说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在10月7号召开 这个中共中央的 这个19届七中全会 那么10月16号要召开20大 但在这个会之后 你可以发现呢 这个人民是新华社 不是求是杂志 重发两年前 也就是2020年的10月份 习近平在中共的这个会上 讨论这个十四五规划的时候的 这个讲话 这个讲话呢 其实谈的呢 就是他的说 标题是新时期 新理念 新格局 就新时期是什么呢 中国已经从决战小康 建立到进入了决战现代化 进入决战 邓小平那套东西 是为了决战小康的 现在进入决战现代化 需要习近平的新理念 这个理念就赶我讲党领导一切 就是习近平的独裁 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新格局是什么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一套 就党啊 要重新回到控制 国家控制 这个企业呢 要什么提升速 这一堆东西 这个呢 但是这个他针对的新时期呢 就是针对的邓小平的 建立小康社会的旧时期 新理念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党领导一切呢 就是但是李克强 其实想试图挽救 想扭转这个趋势 在他借着旧经济的这个过程 就像那个刘少奇啊 他当年借62年到65年 借着这个大饥荒 解决大饥荒的遗留问题啊 就开始把包产倒户 这些新民主主义 这个其实新民主义 当时是在共产党经营之下 还是要给人民土地的 比那个还差一些 但是毕竟向那个方向靠拢了一下 但是65年时候 毛泽东又搞清算 这次习近平清算 我原来想啊 习近平可能清算会来的晚点 儿大之后 这次来的早 8月30号的时候 他就开始搞清算 那我觉得应该感到政治上的不稳定 所以在这之后呢 接着9月4号 你可以看到 新华社又发了长文 而且就要系列长文 又开始重新阐述 8月30号 所以我觉得政治局会上 就是搞了 就是习近平又借着 政治局的多数 又搞定了常委 那么这个就是 如果假如9月10号出访 是真的呢 我觉得在这个会上 他也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 那接着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黄明呢 就在这个8月30号之后呢 就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上 黄明作为应急管理部部长拿掉 黄明这个人呢 他的背景很有意思 黄明真正的进入到省部级干部 是在李源潮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进入省部级干部 李源潮离任进中央 做组织部长了之后呢 政治局委员之后呢 正好孟建柱接管这个公安部长之后 他又转到了公安部 做了孟建柱的助理 后来孟建柱离的时候呢 他又到了这个应急管理部 那我们知道实际上 政法口一直在清算孟建柱 他呢之所以漏网 就是因为他当时在这之前的时候 他转到了应急管理部 本来是因为应急管理部长 公安部出一个人 他本来是副部长 结果因为部长因病 就是不能理任之后 他就转成了证的 所以他呢 在应急管理部在问责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今年年初的时候 1月7号的时候在这个重庆市呢 凤山街道发生一场塌方 接着呢 在应急管理部和国务院网站里 出现一个活埋人了 塌方活埋人 然后呢 陈敏尔动作很快 他掉了塌方 实际上当时就26个人 但是他掉了52辆消防车 大家都是看过救火的 也看过救灾 52辆消防车 一个人摊了两辆车 然后派了几百人的队伍去跑去 去救 但是呢 这个我现场 我看赵莎丹 已经在这边照片 没有一辆 你看面一辆消防车 我觉得车就堵截到 结果黄明呢 在开完会之后 接着就下令副部长带队 那个叫宋明 宋元明 因为他这个名字一下 宋朝元朝明朝 他占了仨个所有机器 很清楚 宋元明这个副部长 带着20多 20辆这个矿山的重型启动车 跑去了 然后在我看来 就跟要这个 跟政变似 就在那个启动车就是把要把你消防这个拦开 他要查真相 所以在他到了之后呢 当天晚上呢 重庆公布 就是当时活埋了多少个人 埋了多少个人 救出多少人 死了多少人 这就公布出来 不过呢 按照这个国务院查这个重大事故的这个来说的话 本来呢 这个事情本来国务院可以不管的 因为他要死人30人以上 因为重庆公布才买了有26个人 死人30人以上呢 才能国务院才应该接住 必须得介入 所以这个呢 在我看来就应急管理部本来是一颗强力把刀 他已经查掉了徐立信 我觉得他本来是在前在上个礼拜 还有一条新闻上还是上上个礼拜有条新闻 就是说呢 要倒查重庆 我现在当时我没有留意是哪个部门要倒查重庆 要杀回马枪 不过这次呢 我觉得陈敏尔有一点比较好 就是在前一些时候就是 就争先恐怖溜须拍马习近平说他好 他没有加入 那些什么李强这些什么这些蔡奇啊 都是肉麻的话 然后倒为口话说的 对他好像还没有发现 所以回过头我们讨论 我觉得那个李克强这个呢 也受了一个挫折 那么这个习近平呢 8月3号等于搞了一个近乎政变 我们9月10号 李习近平敢出国访问呢 就说按照现在的正式的格局的话 应该是他出国应该李克强 王阳他们来接 但是呢 现在可能大概呢 这个他现在不敢 他不敢出国就里面这个 现在他肯定在8月30号政局上 做了一个安排 而且呢 从8月30号开始 《求是》杂志同发文章开始 一直到现在你看媒体上又开始出现 铺天盖地的个人崇拜 什么感情上要忠诚呢 最近那个新华社那个家伙 那个社长还提出了三个亿分钟 我们不能让一分钟 不能让习近平 不能让我们的什么表现 离开习总书记的视野 哇 这种肉麻的话 已经赶上超过老毛了 我们当时都唱过 跳过中子舞 唱过中子歌的 那现在真的这个口级也比 当然文化肯定提高了嘛 所以比老毛还要更多了 那么下一个新我想解闻 格尔巴交付失事 其实格尔巴交付失事这件事情呢 是在整个世界实际上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反响 那当然第三世界 其他国家怎么反响 印度这些我没法关注 不过呢 大体上可以说 俄罗斯的人呢 感觉上对 整体上对格尔巴交付比较反感 因为他把苏联帝国解体了 但是呢 了解情况人就比较古杂 比如像普京他就说 没有一个人像格尔巴交付那样 能够理解 当着前苏联需要改革 但另一方面 他不知道呢 就是像俄罗斯这样的一个 像前苏联这样的大国 如果进行任何事情 都需要抑制和这个 强有力的一些行动 那其实他就觉得格尔巴交付呢 是意识到改革了 但是他的改革方式不对 不过呢 前苏联解体 无论前苏联解体 还是修克辽法 这笔账本来都不该赚在格尔巴交付上 格尔巴交付到后来时候 他一直想挽救苏联 只不过苏联解体 苏联就没有办法在 这个说 今天不是详细分析 这个政治分析 他为什么 他在哪个地方错了的时候 改革作业错的时候 但是他一直想留住苏联 但是后来是 实际上是叶里钦 把这个解体了 修克辽法也是叶里钦搞的 这个但是 而我们都知道呢 格尔巴交付呢 并不赞成叶里钦 是叶里钦 当时把他给挤掉了 挤掉了之后呢 叶里钦搞的这些事情 实际上这些本来都应该是 算在叶里钦脑子上 但是呢 都给他现在算到了 格尔巴交付头上 那西方国家 当然对格尔巴交付呢 评论呢 我觉得赞赏的国主要两条 一条就是 他格尔巴交付呢 给世界带来了和平 因为冷战时期 确实世界处在危险边缘 我们也都知道 那时候美国和北约 是处在首势 他们不会去做什么呀 这个在当时 而前苏联处在一个 这个扩张的这个趋势 那么当时连中国和美国 还有北约联手 都打不住苏联 在世界各地的进展 在中东啊 在非洲啊 还有在阿富汗呢 还有等等这样一些地方 那么这个 还有越南嘛 在这个南东南亚三国的扩张 后来呢 这个 所以在西方觉得呢 这个格尔巴交付 把这样的一个苏联 当时给世界带来这种威胁 这个炸弹给拆了 还有一个就是 格尔巴交付呢 就觉得开启了 前苏联的改革 当然 前苏联为此解体 大概呢 找地缘政治的西方的专家 都会为此欢欣鼓舞 但其他方面人 只是说给苏联带来了一些 这个民主改革的机会 就是那种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呢 已经不再存在了 那么 中国 我觉得中国人 中国人的反思呢 是跟世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 中国人主要反思还是呢 格尔巴交付的改革所给苏联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使得中国很多精英 在八九年大屠杀 对邓小平和共产党彻底这种反感之后 又重新开始 开始逐渐的开始恢复性 特别是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 那么呢 我记得呢 我有一个学弟 是这个在格尔巴交付大学 后来呢 他是在上海呢 给那些领导 我们知道 在江泽民啊 曾雄啊 在做智囊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到刘花丘 跟他说这件事 那天呢 就是我们格尔巴交付呢 跟邓小平访问完之后呢 后来呢 邓小平跟格尔巴交付 在说一些话 是格尔巴交付 就心不在焉 因为他觉得好像有点 瞧不起邓小平 觉得中国怎么出了这些事情 那么后来 他格尔巴交出去了 邓小平看着他的背影呢 说谁笑到最后 最后 后来刘花丘说呢 他在背后看着邓小平 觉得这个老头很可怜 因为邓小平个儿也不高嘛 刘花丘又还是个军人 所以他觉得邓小平好可怜呢 这会儿还在说硬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吧 如果记得当时镜头的人 我们很多网友 可能当时不记得 也没看到 当时邓小平想加个菜 请格尔巴交吃饭 都没有加住 就掉了 我也不知道中央天然 他为什么要放这个镜头 其实想告诉大家 这个家伙已经老太隆重了 已经不能够再处理大问题 刘花丘看着背影 也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后来刘花丘 当然跟我这个学弟 说这话 就是非常赞叹的样子 我们都不如邓公有这个远见 你看他这个 其实我想说 是中国很多的经营 包括我有很多朋友 在八九年之后 思想走过了一个弯路 这个弯路就是呢 他们后来突然 好像又觉得邓小平是对的 那么所以在我们前两次的 就中国研究院中呢 我也跟何必先生 讨论这个问题 他也讲过说 在戈尔巴尔亚乌前苏联改革之前 中国的知识分子 普遍的各界经营 谁跟戈尔巴尔亚乌看法一样 如果按照公开化的原则 按照自由化的原则 按照民主化的原则 进行改革 中国的问题和 前苏联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没想到这场改革呢 这个虽然是解决了很多问题 比如政治破坏啊 是解决了 但是另一方面带来了 这个对经济啊 各方面带来毁灭一些影响 那么他们就提出来说呢 后来这个 有的这个 西方一个媒体说呢 这个邓小平 邓土方说呀 说邓小平说 戈尔巴尔亚乌 说就说 先搞政治改革 好经济改革 这个全是 在我看来都是胡扯 因为前苏联搞过经济改革 也先搞过开放 甚至他们也派过人到中国学习 但他们搞了之后 没有结果 不像中国搞得这么好 为什么呢 就是我是在哈佛时候呢 当时跟一些这个专家讨论 他们有顶级的研究中国的关系 他说因为中国有个海外华人世界 这个海外华人世界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内部的改革 比如加承包制 是吧 第一年就能见效 经济效益出来 所以大家都支持改革 对外开放也是 中国一开放 马上中国经济 就带了一个新的发展引擎 而且这个引擎非常强大 那这个引擎为什么 因为中国有非常强大的 海外营销力量 中国最糟糕 改革的时候是什么人来呢 就是香港人和台湾人 那么他们把中国大陆呢 东西销到世界各地 所以在中国一直和美国 在争论中美贸易误差的 这个来源呢 中国一直评估比美国少得多 就是因为美国是把香港 他们让产地源 都把香港和台湾人营销的 都算到了中国大陆上 所以中国大陆 这个海外华人也非常厉害 俄罗斯有命呢 俄罗斯在内战战败的时候 也一大批白俄跑了 后来呢 在这个前苏联 在这个要重建以色列的时候 其实以色列的建国领导人 好多都是从俄罗斯 和前东欧 是前苏联放过去的 他们其实也是社会主义者 以色列的制度这样 在半个社会主义 大半个社会主义吧 他们现在的制度是 那么但是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因为呢 这些人其实都对俄罗斯 抱着一个痛恨的态度 他不像中国 中国这些 所以你看陈立夫吧 我们都知道 中国共内战本来 蒋介石是想 在最后就是抗战之后呢 接受共产党的 这个改编 就是跟他讨论 就是在CCC 就陈立夫和陈果夫 这两个家伙 就坚决要求 逼着蒋介石 一定要对共产党 采取强硬态度 结果这个陈立夫呢 跑到美国之后 他好像还 他反而混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好 这个 因为他们就 蒋司大家族 蒋家陈家算比较连结 宋家孔家比较不败 他们在之前就有钱 但是呢 陈立夫后来就说 他在活着之后 就已经承赞共产党的发展成就 共产党等于 就是解决了 他们当时在中华民国 想解决的问题 把中国发展起来了 所以这些呢 就是使得呢 就是中国的这些人呢 就是他们在 跑了之后 他们就 在共产党搞改革开放之后呢 他们就成了 这个帮着共产党呢 把这个 所以就是前苏联 我觉得不能走 走这个路 没走通 先也搞经济改革 但没走通呢 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像中国 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而最后呢 这个 而中国就一开始呢 就 这个搞了这个 就是一搞开放之后 就能尝到果实 因为这个 当然这些年呢 中国人自己走出去啊 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的力量 和各种各样的力量 现在已经能够承担起 主要的营销力量 包括 但是习近平现在这么一搞啊 以什么所谓发展要安全 那三口号 对吧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然后发展要安全 这个发展安全口号 现在又在卡断了 中国和西方 和自本主义世界的 一些联系 这个呢 就是不是我们今天 讨论的问题 以后时间的 那总之呢 就是高尔巴尔夫走之后呢 我觉得中国人 在引发这个道路 在我看来 习近平的复辟 实际上证明了 邓小平道路的错误 和失败 因为那些精英 我记得当时 其实那就有一个 最早搞中国的 搞选举的策划者呢 他也跟我讲 他说哎呀 他说呢 军涛其实呢 八九年刚完的时候呢 我们都在想 就希望呢 你们能够 能够邓小平能够下来 你们能够再上来之后呢 把中国改革 但是看到前苏元就说呢 要是这样搞的话 还不如我们来搞 所以他就开始想 从基层选举搞起 但是后来呢 他也没搞成 他说五年一变 比如说 五年从村级到镇级 从镇级再到 从镇级再到省级 从省级再到中央 他说这样一个 二十五年间 中国就能逐渐走上选举 可惜呢 就说他最后呢 我记得就是 美国共和党研究所的 那个负责这个项目 然后来跟我讲 在各大情况吃饭 他说你看 他跟我说这话 我们都很受鼓舞 美国人出了很多钱 支持这个选举 很多人都以为 美国人出钱给民运 美国人出钱不是给民运 美国人出钱 就是在共产党 这个和平演变 然后他后来说 你看结果呢 现在十年过去了 他在哪呢 政级选举根本没搞 结果他在哪呢 到现在中国也没有 宪法里还是说 政政府不是选举产生 还是要有这个 间接选举产生 那这些就说明呢 这条道路 而现在习近平出来之后呢 更加证明邓小平失败 我们当年就是 邓小平不是美国 考虑过政治改革 那么当时在民主墙的时候呢 我们就跟邓小平的 那时候我跟胡耀邦先生 我跟胡乔木呢 我们都有过直接的谈话 那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然他们都还是替邓小平说话 就是我们讲说 中国一定要全面改革 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话 经济改革的成果会得而不失 然后呢 这个胡耀邦呢 他们就替邓小平说话 说不会的 经济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 发展到一定程度呢 再去搞政治改革这样更好 我们也都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东亚模式 但是这个东亚模式呢 在为什么他没有像中国这样 这我们以后可以再讨论 说有个美国背景 那么美国对他实际上 虽然他内部没有政治上的制约 但是美国对他有很大的制约 他太倒车太厉害 美国不会干的 所以他一直有个有限的 这么一个空间 那美国比如像台湾 他每次的这种选举 都允许党外人士参加 而且党外人一参加 就能当选 而且党外人士这种选举中 可以形成一个动员的这种集结 中国当时最早有选举 我们也搞过 当时很快就共产党代表 除了当时在北京市高校 除了清华之外 全军覆没他们的这个候选人 那么但是回到我的话题说 现在邓小平后来 间接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他说到经济改革 人民尝到甜头 说谁要开历史倒车 人民不答应 你看现在习近平就是开历史倒车 邓小平之后 没有搞什么太多的政治改革 他就是刚才搞了我说的 党政分开政经分开 政经分开小政府大社会 就是简单说国家的建设事业 让建设性的人才去做 专业人才去做 党不要管太国 党管什么什么东西就搞不好 邓小平干了一辈子正宫在共产党里 他一开始闹革命 不去参加中华民国建设 他也留过法座 他不去搞建设 他就是觉得中国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解决其他问题好玩 最后他折腾到了 王大民都完了才明白 中国他觉得是中国的建设 要靠按建设的方式去搞 所以他70多岁付出的 他把共产党都抛弃了 那些东西 他到美国之后 他就说呢 现在看来跟着苏联走都穷了 跟着美国走都富了 他果断的带中国加入 美国领导的全球资本主题 就是中国确实发展前 但是没有政治改革 今天呢又确实证明 所有的发展果实 得而复失 习近平又复辟了 而且这样的一个人 他领导中国 中国怎么可能有希望 对吧 他懂什么 他要不懂的话 他能像个皇帝三岁朴仪撒尿 让人把着 他也可以当个皇帝 那是因为下面的大臣 都是状元出来的 现在习近平在整这些人 官产学三界 他都要整 那中国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戈尔巴交辅度呢 他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大的问号 中国人的争论 还没有结束 他的改革确实 既当时鼓舞了中国人 所以到后来 中国人还在想 中国什么时候出戈尔巴交辅度 什么时候出蒋经国 另一方面呢 中国掌国各项建设事业人 确实又跟着邓小平走 觉得呢 戈尔巴交辅度是个失败的 邓小平是个成功 今天好了 你们被整了 对吧 这个你们现在 看一看邓小平 当时的争论呢 邓小平就是 当年被精神在民主上 写第五个圈的话 说说仅仅搞四个圈的话 没有第五个圈 就正着民主化 自由化 法治化的话 那么四个现代化 最后果实会得而复失 好 我们这个 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后面一个问题呢 我也没那么多时间讲了 就是 一个是拜登呢 突然呢 在这个 最近的一个讲话中间 9月1号讲话 在背城 他讲话中间 他变得非常地 这个一改过去的调子 我们知道拜登上来之后 他一直觉得美国被撕裂了 他致力于弥合创伤 所以一直在很多 包括他的立法进度 这个民主党在有参众两院 多数他要控制一些立法进度 就是每一项议案都争取 能够有些共和党人支持 但是现在呢 他在这次呢 突然就是 这个调子变高 当然这个是跟那个 当时在 FBI呢 就是美国联邦的 而且搜索 这个川普在 这个 佛罗里达的那个豪宅啊 搜出了一些文件 这些文件 在这些 这个 要审判川普人看来 明白无误指明川普是违法了 但是 那么多的美国人还在 支持川普的时候 后来 其实民主党的一些强劲派 一直在跟 拜登说呢 你的这样一个态度 核心你的态度 会使得 越来越多的人 站到川普这边 你一定要打这张 一定要告诉大家 川普的危险是什么 美国就是这个 美国第一 要让美国再伟大 叫MACA 这个运动的危险是什么 这样的话 才能够使得 人们看清 事情的真相 那么这次呢 拜登在上个星期的会上 做这个举言讲 他想试图搞这个 不过这个呢 有很多体制 美国大的电视台 都不转播他的眼角 因为美国大电视台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在你是个总统 你不能公器私用 就是说 如果假如你在你的总统的重大发言中间 你为本党一些纲领背书 他们会认为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政治 所以媒体在政治讨论中 不站对 所以他们四大媒体 都没有报道他这个 但是这个发言本身 透露的信息说明呢 民主党的高层呢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转向 就在下一步的时候 要针锋相对着 要对着拜登 当然这个对着川普啊 要做一些 而川普呢 接着在礼拜四 也做了一个很强有力的 也不是礼拜四的 在最近呢 9月4号做了很强有这个发言 就是拜登是国家的敌人 拜登呢 实际上指责川普是国家的敌人 是民主的敌人 这样的话 我觉得美国政治就趋向白热化 以后我们讨论美国中期选捷事件 我们可以再梳理一下 他们两党争论的话题是什么 那么在下门中 在经济根源 社会根源和政治上的 宪政体制中的一些根源是什么 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但总之我就想说呢 这一轮拜登和川普的这种交火呢 说明美国政治进入计划 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 这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我们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 台湾里谈的比较多 我曾经跟很多人说呢 中国现在中共呢 没有这个能力去打台湾 就不要说因为中共现在 你看它军力很强大 但是它的基本上 就是它的强大是在数字上 而它在整体上来说 比如中国现在这个反潜能力就比较差 防空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 就是说进攻性的好像搞了一些 这个玩具式的东西 但是真正的就说我们也知道 就比如像像日本的潜艇 对它能够构成的威胁 日本我们知道去年还是前年 曾经那个讲过 它说呢一星期内 日本可以把中国的舰队消灭 它主要讲的是日本的潜艇人 是世界上就是防潜最好的潜艇 而中国呢 像防潜在这方面能力比较差 还有一个就是 双方也都比较近嘛 还有就是美国的像F-35B2 这样的一些这种这个战机啊 中国事实上没有有效方式对付 就是那么 所以说如果说中国正要打一张 现在美日的白皮书呢 国防白皮书都是讲的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它搞先发制人 先把美国和日本之间能够打的的 这些呢都给它敲掉 它才有可能在台湾岛上门 不过呢 如果美国啊 我们回到我的话 如果假如美国要真的发生了 这种内部 假如这种政争 到了一定程度 导致了美国内部的分裂 甚至呢就是前一段时间 川普总统在一个前总统 在一个讲话中说 他说美国可能会发生内战的时候呢 要真发生这种情况呢 大陆就会有个机会 而且发生这件事情 大概是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和大选之前 美国如果严重的瘫痪的话 我们也知道呢 在这个美国大选投票前后的时候呢 米利将军那次曾经跟中国通话 通话其实就是怕大陆采取措施 如果美国三军总司令不签字 因为川普他不想当一个战争总统 如果他不签字的话 那么美国的军队要没法应对 所以他想陪前采取一些通话的方式来化解 所以大家知道 你看那时候共和党非常强硬的要问责米利 但是参议院那个听证会完了之后 就没人再问这个事了 川普前总统也不再说这个事情了 原因就是米利将军给了一些解释在这 他是不是像我这么解释呢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呢这个解释还是让大家都知道了 它是我家的当时的需要 那台湾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假如美国要发生这种 中国人直接感受到台湾 那就是中国的军队 按照美国的估计会达到的巅峰 再往后中国可能有军事发展计划 但是美国的新武器已经投入了 就2030年左右的时候 美国的新武器投入之后的话 就是又能够对中国现代的武器啊 这种技术级别武器形容有效的制约 现在的美国武器主要是里根时期制造的 那么现在陆续的战舰呢 战机在退役 但是美国又没有新的武器进来 因为他们现在更新也不行了 因为他的机形态老前出现裂缝 所以这个这个时候呢 中国达到点峰再往后呢 中国即使在数量增加 技术上没有办法再跟美国去批敌 美国又能恢复一个平衡的态势 还有呢就是中国的 如果经济上如果出现了收缩 仅仅人口啊 他们就测 人口的收缩 他们测算就中国也没努力在支持 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发展计划 好这个问题我们讲到这了就 那么这个最后呢讲一下呢 就对这个在就在前几个小时的时候呢 英国大选结果出来了 就鹰派 那个说不惜发动核战争解决问题的 鹰派的这个女的外交大臣呢 叫伊丽莎白克拉斯当选为英国的新首相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 这个西方的政治家在选举说 会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点凝聚自己的这种铁票 然后同时呢 争取能获得这个提名 但一旦到当到开始进入这个当选之后 他会根据国家全面需要 那么他会调整自己 他对这个包括对阿尔兰等那些 我们也知道在英国脱欧州内部也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争论 像苏格兰阿尔兰呢都会有些问题 现在而且欧盟呢也是因为呢这个英国脱欧州 这个对英国采取这些小动作就是 这些呢他都准备要采取强硬态度解决 但他能强到什么程度我们再说 因为当时在我们要开这个 他其实在进行演说 在解释他的这个当选之后再做一些演讲 但因为我要准备这个发言 所以我就没有再跟踪他 好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 今天我们讲了六个话题 实际上三个突发性话题 一个是这个俄罗斯散布了信息 也可能是谣言 也可能真的 就是习近平将于9月10号访论哈萨克斯坦 如果是真的 他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四川渡州发生了地震 强烈地震 第三呢就是英国的新首相诞生了 那么还有三个呢 是过去一周我觉得值得解读的话题 就是习近平再度呢 在8月30号政治局会上颠覆了 15天的政治局常委的一系列决定 那么李克强再度 试图率领邓派挽回局势的努力 再度收缩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科尔巴乔夫辞世 那辞世呢引发了中国的这个内部啊 关于中国经营 关于中国的是不是应该 搞政治改革的这种争论 第三呢 这个就是拜登呢 在上个星期四的 在非常地强硬发言 使得呢美国的政治 这个政治争论呢 正在趋于极端化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星期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